每次見到她這麼滿足的表情 就算有多難多辛苦也好 我都肯為她煮食 近年在社交媒體 經常見到寫滿心意語句的語錄專頁 留言大部份都是女生踢男生 大約一個星期前 就有一個充滿陽光味的語錄專頁耳光凸起 居居都妖軟著這些港女語錄 短短幾天已經獲得四萬多個Like 究竟幕後人物是哪一個 她又有些甚麼企圖 叫我Soul Bar 我在高登上開了一個post 是說香港女性如果看了這些港女語錄 如果你看上路的話 他們會溶出來有甚麼影響 就連高登名人向西村上春樹和于逆臣 分別都有製作過和分享這些post 在這裏都多謝他們去支持這件事 這個page是不提倡男和女對立的 如果要說對立的話 我就是會跟那些少女語錄去對立 她說這些港女語錄 令到香港女生建立了一套標準 去評定香港的男生應該是怎樣 我想給的答案就是 因為每個人的感情都不一樣 我們是不能夠看這些語錄 就當是不代入自己的感情 Soul Bar 說他們的專業屬於平台形式 大部份的課源都是來自網民投稿 不知道他收過最難忘的又是怎樣的呢 有一個網民都頗有才華 他就投稿上來 每一個男生說的話 在女性腦內只會解讀兩種答案 第一種就是你同意我的說法 第二種就是你不愛我了 那有沒有私打新造旅行 深造萬鉤 是有私打去找的 其實可以看到有些女生 都頂不住港女語錄 她們都會支持我們開一個 這樣的男士的頻道 如果是女神們這樣踢你們 花瓣們應該不會討厭 我不知道 我自己沒有吹捧 但是得不到的永遠都是最好的 陪著自己身邊的 永遠都是最適合的 如果硬是要將一件事神化 是永遠遙不可及的 那就由他們幻想